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7年的时候我就背包旅行 然后来到了这个鱼山岛 这个岛是很漂亮的 延伸泰很多草垫 然后那时候背包每个村子露营 我发现当时海边滞留了大量的塑料品质 一些雨具还有木头 还有很多竹子 我发现里面可以捡一些自己 有需要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加以改造吧 做成一些工艺品 一些橙色的东西 这个是有一次台湾 就挑来大量的这种 渔民用的这种糊球就是塑料做的 鱼具 然后就捡来的时候就大概 切割了一下 底下打上浮动来种植物 种软石嘛 和海边的软石 然后捡的时候 打了一些洞眼 作为衣服的挂饰 还有这种海水飘来的那种熊木 做了一些结来挂衣服啊 或者挂饰品 作为一个什么价值 剪输 在下午的一部分 鉄道 有四个地方 那增飞 有四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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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感觉 与对比上 encouragement 我们感觉 应该 有四个地方 所以 糟